像我們這種平民小百姓 姐 妳客氣了 姐 我真的每次看到這種 有錢有勢 在那邊作威作福的那些戲碼的時候 我真的會有時候看不太下去 而且有的時候 我們在看韓劇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真的是貧窮 限制了我的想像 因為有錢還真任性 對不對 對 對啊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 跟大家聊聊說 有錢他到底可以任性 到什麼程度 沒錯 有錢有勢到 我跟你講 病都會好 他命都會救回來 這也太誇張了吧 威師 其實我真的還滿有感 不過有錢有錢 不見得都是壞人 有錢人家自己努力來的 對 但是其實我在醫療上也遇到 大家都聽過葉克膜嘛 有 有一些名人 救命的必須的 對 然後大家就開始把 這個葉克膜神話 就是一個救命的利器 然後任何的疾病 葉克膜都可以把它挽救 回生命 但事實上不是這樣 其實葉克膜它是 它是一個暫時性的東西 讓我們醫師 趕快把你的疾病治好 這時候你就可以撤除葉克膜 所以反過來說 當你的疾病是不可治癒的 死亡不可避免 就算裝了這個儀器 就算它沒有併伐症 你活著你完全靠儀器 你其實也不會恢復 所以其實平均裝這個機器 在我們統計起來 大概四點多天 這個機器要麼就撤除 要麼這個病人就死亡 這是平均 那總醫療花費就是 所以你就知道 但又很高耶 所以我自己就遇到 一個年輕的女性病患 應該不是我自己遇到 應該是我聽我一個學長 其實這個也算是滿多年前的 那時候的費用更高 更貴 那當時她遇到這個年輕女病患 其實她是有點想 就是因為一些感情上的因素 所以她去服用了長輩的藥物 一些降血藥的藥物 一些抗憂鬱的藥物 那服量過量 送來醫院的時候 她整體各器官數據 已經非常糟糕了 學長真的是覺得 這個女生應該是幾乎無力回天 那也不知道怎麼了 爸爸在十分鐘後 對 忽然跟學長問說 那可不可以裝夜客膜 那因為基本上當時的 那個女生的狀態 她是服藥過量 而且再加上她其實 多數據官已經衰竭了 對 所以其實不符合使用 對 當時也不符合這個適應症 那有跟她的爸爸解釋 結果又過了十分鐘 學長接到公關的電話了 她說就是院長 還有一些高層的人 有指示 是不是幫她拚拚看 他們願意自費 使用這個夜客膜 對 然後陸陸續續的 因為很多人 就匯集在急診室了 我學長 其實除了 後來其實就匯診了 心血腰外殼醫師 就真的幫她自費 裝了這個夜客膜 這個女孩子真的非常幸運 因為她的這些血壓低 這些狀況 在幾天之內 藥物也代謝了 然後她是沒有 這些藥物是沒有解讀劑的 藥物也代謝了 然後她居然慢慢地恢復 到最後 夜客膜是有測除的 然後在幾個禮拜後 管子也測除 人還清醒 最後只剩下一些 腎功能的損傷 所以這其實炸了 真的是讓這個女生 就欺世回生了 所以她爸爸真的是 硬是跟炎王爺搶了人 搶回來 對 硬是用大筆的金錢 來 那這樣子聽起來 就算我們沒錢 也要任性 對啊 拚你架 就是讓人是要拚回來的 對啊 所以看價值怎麼衡量 真的 真的就是活生生的 就是應用自費的方式 把這個生命給拉回來 對 我要講的是 每個爸爸媽媽心目中的 一個夢魘 叫做 那真的是 大家鄉下地方其實很窮 但是後來 因為那邊地便宜 被一間上市公司 在那邊設一個工廠 那設一個工廠以後 那當然就是人口就 本來外移 本來就是又老又窮 又回來了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 都到這個工廠裡面 做這個作業員 然後這個工廠這樣子 差不多十年過後 這當地的年輕人 也都結婚生小孩了 結果這個當地有個國中 有一天就轉來一個新同學 第一天上課的第一節課 手機就響了 那老師就說 眉頭一皺說 手機拿出來 然後他還滿不在乎說 沒差反正我再跟我爸爸 再要一支就好了 就很囂張這樣子 然後後來人家才知道說 這個小朋友 這個新同學 他爸就是這個 所以對這些班上的同學就說 你們這些同學 根本都是挨我一接 因為你爸爸 都是替我爸爸打工的 然後有時候他就開始 心情不好 就會開始霸凌 比如說那中午 不是都有營養午餐嗎 所以他吃剩會有那個廚語 對 他就把廚語整個 倒到其中一個 同學的書包裡面 這麼過分 他就說 整個都給你打包 回去吃吃吃吃吃吃 好過分喔 真的喔 對 就是這樣子 然後老師當然就講說要處理 然後就打電話給這個 老師一定要處理 對 結果廠長打來就說 是怎樣 我兒子有打他嗎 現在是要告我嗎 然後加上那個受害人 他爸爸也是在工廠上班 所以他當然不可能 去把這事情弄大 所以那個學校 大概有五分之四的人 都在那工廠上班 對 很多 因為他就當地一個 小小的一個 要嘛就務農 不然就是在工廠上班 然後就這件事情 就不了了之 然後連帶這個老師 整個氣勢 就被他壓下去了 對 那過了一個學期 就下學期的時候 轉來一個新同學 廠長的兒子 他當然想說 我要來宣誓一下主權 下馬威 跟下馬威 讓你知道 我是誰 誰是老大這樣 結果他就 他就拿那個 下課的時候 就拿那個粉筆灰 灑在那個新同學的頭上 他真的很皮耶 對 然後那個小女生 當然就有點 很生氣 然後又哭了嘛 他就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然後這個 要告老師 他要宣誓主權嘛 對 要告老師 然後他宣誓主權說 你告老師不好 你爸爸 是不是也是在那個 叉叉工廠上班 你們也都是在 幫我爸爸打工的啦 什麼什麼 就開始又再拿那招 再講一次 結果隔天 這個長賞兒子 就沒來上課了 然後老師又說 他家出了一點狀況 就搬家了 之後就轉學了這樣子 直接就轉學了 他們是全校放鞭炮了嗎 對啊 然後後來 而且最開心的是 老師本人 對 老師也沒辦法 後來才知道 這一個新轉來的這個小女生 她是這家公司董事長的 金孫 然後她爸爸 就是在那個工廠 其實是因為她準備要接班 所以她是掛這個 廠長特助 所以她受到這個委屈 馬上打電話給她爸爸 她爸爸馬上處理 去積合這個工廠的廠長 所有過去請公駕 來報工帳 所有的東西 奴隸了好幾十條 然後就跟她說 妳要辭職還是要法院間 然後這個廠長就默默地 收一收就走了 所以踢到鐵板 對 踢到鐵板 所以有的時候 真的踢得好心酸 就會想說 難道我們真的遇到那種 有錢有勢的人 我們就真的只能忍氣吞聲嗎 我就不能跟命運對抗 然後自己想辦法翻轉嗎 還是有機會的喔 因為這種小沙米 對抗大鯨魚的故事 在我們商業界 在財經界其實 還有滿多不少的例子 我們現在很需要妳 正面能量的故事 正面激勵大家 那我講一個就是 台灣很有名的一個設計師 早年發生的事情 這也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這個設計師 他雖然不是科班出身 可是因為他很有天分 也很有熱情 那因為他設計的包包 就用色很大膽 一推出來雖然是小公司 可是大家就引起 很熱烈的話題 特別是一些精品 今天就覺得 哇 從來沒有人 這樣設計包包 顏色好炫喔 那他成立公司 沒多久之後呢 就有一天就接到 歐洲來的一通電話 然後對方就說 我是那個歐洲某大品牌 其實就是B開頭的那個品牌 我是歐洲某大品牌 那你設計包包我們很喜歡 我們來討論一下 合作的可能性 那這個台灣設計師 當然覺得好啊 從來沒有設計過 你們家的牌子 被國際舞台看到了 對 所以對方 特別從歐洲搭飛機 到了台灣 那雙方就討論 一些合作的細節 B牌說 你幫我們設計包包 那就是我們 下一季的主打的商品 這設計師聽到覺得 哇 好開心喔 我就要要上國際舞台了 對 所以這個設計師 他就花了半個月的時間 每日每夜設計了好幾款的包包 然後設計好之後 就立刻把設計圖 E-mail給了對方 可是大概又過了幾個禮拜之後 他就想說要問一下 對方要簽合約 那討論一下這個授權的金額 什麼什麼的 就沒有想到 這個B牌的主管 不是找不到 不然就是好不容易找到了 對方的理由很多 對方會說 你那個設計圖 我們開董事會討論 董事會說沒教他 不然就是你的設計費 收貴了 就是給他很多的藉口跟理由 所以設計師就覺得 好像也有可能是這樣的情況 那反正就這次沒有合作 沒關係 那就等下一次 過了半年之後 設計師就經過門市 走進去晃一下 看看說 對方最近出了什麼新的包包 你看 不得了 這幾款不就是 我設計人那幾款的包包嗎 雖然不是一模一樣 可是有八成相像 但是設計師當下就覺得 這樣你們不就是偷我的東西嗎 好獨立喔 對 他就回到辦公室之後 他就立刻打電話 給那個B牌的主管 結果沒有想到B牌主管就說 那個先生 您誤會了 因為其實我們的大腦 組成分子不都差不多嗎 所以創意也差不多 我們沒有拒絕你的喔 只是就是難免會有雷同 你不要介意這樣 他有這麼多全部都雷同這樣 對啊 也太巧了吧 對 因為八成雷同真的是 我覺得抄襲的精神還滿大的喔 所以那這個設計師 他當下就覺得很氣不過去 他就想說 他決定要來告這個B牌 可是他朋友跟他說 你就一間小公司 人家是大公司耶 人家那麼多律師 你怎麼可能會告得贏 然後你要請律師 要花很多錢 所以起初這個設計師 他也覺得就算了啦 可是每次經過那個櫥窗 經過那個門市 越看越心酸 對 就覺得那明明是我設計的包包 被你們拿來賣了 然後又賣得那麼好 大家都全世界都不知道 是我設計的 路上每個人 背那個包包 在你也撐邊走來走去 你看得過去嗎 連你自己都瞧拿起來背了 對不對 你自己一定會覺得 這怎麼可以這樣 對 後來呢 我覺得他也找到 很厲害的律師 律師就跟他說 沒關係啊 我們就提告 不過在提告之前 我們可以先和解 先討論看看 對方有沒有什麼誠意 所以他們就跟B牌的主管說 如果你們不和解的話 我們告到底 而且這個設計師 就真的是找了好幾個 很厲害的律師 他覺得就算呢 花了我這輩子 所有的財富都無所謂 我要真一口氣 對 真一口氣 結果沒有想到 在和解會上 我覺得這個設計師也很厲害 他已經想了所有的撲筆 他就直接跟B牌的總裁 因為連總裁都出席 他跟總裁說 這樣吧 只要你們承諾我 一年 這個就是呢 我幫你們設計幾款包包 一年你們下多少金額的量 我就策告 而且呢 我設計的這個款式 你們用好一點的材質 你們包包可以賣貴一點啊 多賣個三成跟五成的金額 這樣我們就雙贏啊 那B牌總裁覺得 超有道理的 所以他們當下就和解 結果沒有想到 從此之後 他們每一年 光是這個B牌的訂單 下的訂單的金額 就超過一億台幣 那因為他設計的包包 又賣得很好 所以因此其他別的品牌 也來跟他下訂單 所以他人生的高峰就來了 人生的巔峰就來了 所以這是一個超勵志的故事 沒錯 他就換一個角度 然後變成去跟他交涉談判 之後變成自己的基本訂單 對 很厲害喔 很勵志 對 正能量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